毛泽东和蒋介石作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袖,在用人之道上有着本质的差别。 相比之下,蒋介石的用人比较肤浅流于表面,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命运。 在蒋介石的用人体制下,形成了他独特的用人特点。 但对于蒋介石的用人之道,毛泽东也曾做出评价,他手下有三大汉将,重用一位都不会败得这么惨。 那么,这三个人到底是谁呢?蒋介石是背靠黄埔系起家的,用人讲的是封建社会那套和青红帮的那套江湖法则,强调个人恩怨,任用亲人,奉行黄埔浙江。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,黄埔系的任用达到了一个顶峰。 与此同时,他在用人时还特别讲究同乡渊源。 除黄埔系外,蒋介石用人还有日本士官系保定系党,蒋婆讲究同乡渊源,浙江包衡跟整个国民党党政军警献特系统。 内战时期,军事系统掌握了国民党兵力最盛,武器最先进的胡宗南、陈诚、唐恩伯等,特务系统的戴笠、毛仁凤、党务系统的陈果夫、陈立夫兄弟等等都属于浙江帮。 当然,不可否认这里面也有人才,但是占据如此多的重要位置,无疑阻挡了其他更有才能之人的晋级之路,引起他人的不服,乃至造成众叛亲离。 可以说蒋介石用人,才能是一方面,出身和对自己的忠诚更重要。 出身好,出实印象好,再加上绝对忠诚,不管有无政绩德才,他都会一用到底。 这也可说是蒋介石用人的一大偏颇。 内战期间,蒋索偏爱的三大将,唐恩伯、刘志、胡宗南,无一部属于此类。 而其在内战中的表现,却被使人绩效为草包将军或朱将军。 另外,对于指挥,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指挥方式大有不同。 毛泽东原则是放手指挥,而蒋介石却喜欢越级指挥。 因为蒋介石疑心病重,不相信任何人,所以面对战事也不能充分信任下属。 所以常常越级指挥,使得战事朝不利的方向发展。 在蒋介石军事集团中有许多军事人才,像工人的三大战神孙丽人、薛岳、白崇喜都是一等一的军事家。 那么蒋介石作用三大战神,为何最后却败走台湾? 我们先来看看这三大战神的战绩。 孙丽人是一位又文又武将军,他毕业于清华大学,后又到美国维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。 他这种留美系在国军中并不多见,回国后担任睡警总团老大。 后来被蒋介石看重睡警总团,改编国民革命军第38师,孙丽人任命师长。 后来38师被编入中国远征军,孙丽人大展身手的机会来了。 在缅甸的时候,他率领的远征军取得了多次胜利,歼灭上万日军,也赢得东方龙梅尔称号。 可惜在解放战争,孙丽人驻守在东北。 由于与杜玉明不合,最后蒋介石调回南京,从此远离战场。 遗憾这样一位战神没有得到蒋的重用。 学悦可能大家比较熟悉。 前几年上映的《长沙保卫战》电视剧,讲的就是他抗日世纪,三次长沙会战兼敌十万余人,公认的兼敌最多的抗日名将。 只可惜像这样的战神,也没有得到蒋的重用。 最后一位就是贵戏白重洗,他有着小诸葛之称。 就连伟大的毛泽东对他评价都很高,说他是中国第一狡猾军阀。 他的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赢得国共、日本人的称赞。 就连共产党战神林彪先后三次和他对决,都是两败一胜,称他是国军最强的对手。 为什么他没有得到蒋的重用? 这还要从他和蒋之间的矛盾说起。 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,贵戏白重洗先后三次把蒋搞下台。 虽然白重洗一直在国军中担任高官,但和蒋介石一直都是面和心不和。 这就是蒋介石为什么最后无将可用。 因为他的多疑和善度导致他失了人心,而中国共产党在战争过程中,持着粮将就要重视。 论功行赏绝不含糊,大家心都拧成一股劲。 自然气势越来越足,当然,并不是说他的这几位将领没有问题。 国民党的军官本质上和共产党有着很大的不同,共产党的军官和士兵同吃同住,同甘共苦。 这样的情谊是难以切断的。 然而,国民党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,并没有共产党军队这样的革命情谊。 其实,就算蒋介石重用这几位大将,也不一定能改变什么。 本质上,国民党走着一条不适合中国的道路,他的失败和被取缔是历史的必然。